天理学引出原生家庭 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 父母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 我们还要要求什么呢 不懂爱的父母 都是曾经没有得到爱的小孩 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 但给我们的已经是当时的捷径所能了 你心里很清楚 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原生家庭烙印 也许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家族问题 代代相传 很难去追赶溯源 找到最终原因 出自哪一对父母那里 可这一代的人 总能把责任与不顺遂推给上一代 都是他们的关系 童年对人的长远发展 一定有其重大的影响 我坚信不移 但从另一方面看 原生家庭对个人的影响程度 来自于你个人独立的力量 和家庭影响的力量对比 如果你个人独立的力量越大 那他们的影响越小 如果你个人独立的力量越小 那家庭的影响越大 意思是 长大后的你 有更强大的力量 可以选择是否让过去不好的经验伤痛 继续的干扰 阻碍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生是不断突破和成长的过 成 决定我们人生方向的 不是人生家庭 而是我们自己 我们总得向前看啊 很多人是带着对过去的恨生活的 当恨太多的时候 爱就无法进入 而一个没有爱滋养的生命 要么走向枯萎 要么走向灭亡 若想要让生命重获力量 就要先放下恨 释怀 就是疗愈的开始 虽然童年塑造了我们生命初期的生命质量 但成长却是我们自己一辈子要去完成的事情 有些人将自己留在童年阴影里 一直纠缠在对父母的怨恨中 拒绝改变和成长 而我也看到了许多人 为了追求饱满而幸福的人生 从童年的阴影中破茧而出 活出了自己喜欢的模样 那笑容与自在 令人感动 将一切归咎于外界 只会让自己处于受害者模式 关注自我内在成长 整合自己 超越过去 超越原生家庭 让所有的经历与经验 成为退恋内在真我品质的助力 活出真正的自己 如何放开原生家庭的锁链羁绊 需要结合女性化的爱与理解的能量 和男性化的清明与洞察力的能量 慈悲能够让你在任何二元的情境中 看到那内何处的光 比如你依然能从那个充满了负面人格的人身上 看到他灵魂里面的光 而洞察力会使你分 变出此中交织着的恐惧与斗争的能量 并使你远离这些能量 将它们从自己的能量场中 释放转化升华 最终再次看到爱 洞察力是男性化的能量 帮助你设立界限 找到自己的路 洞察力是要觉察 它们传给你的恐惧和限制的能量 为了在精神层面上放开原生家庭 你要能区别开它们的能量和自己的能量 挣脱束缚和限制你的绳索 只有切断了内在的被束缚 并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后 你才能真正的对父母释怀 你会很清楚地觉察到它们的恐惧和投射 但同时你也知道 父母并不等同于它们的恐惧和幻象 它们也是它的孩子 也在努力完成它们自己 放开原生家庭 走自己的路 无需期待它们的支持 如果它们不赞同 也不必烦恼不安 当你开始发现自己的光 成为你自己 你就变得更独立 自由了 无需期待外界的爱 你一直都是活在爱里的 爱其实一直都在 爱是你内心深处那无条件的喜悦与平安 如同与生俱来的权利一样 当混淆了爱和不是爱的各种能量 例如把名利 财富或情感上的依赖 嫉妒 占有视为某种形式的爱 才会不断从外界寻找某些东西 来填补爱的感觉 但实际上 爱 却一直蕴藏在你的内心深处 一旦了然于此 你就会让自己放开它 你会很容易谅解 父母并真正地放下原生家庭 通过在爱与理解中 放开原生家庭束缚 通过认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的生命的主人 通过父母超越了小我意识 放开你的父母 意味着放开对改变他们的渴望 我们渴望改造对方 却忘了先改变自己 我们认为 他们改变了我们就幸福了 我们这样做 对方也这样做 但没有谁愿意被另一个人改变 于是我们都忍不住要拒绝彼此 而伤害也由此产生 你不必对别人是否决定改变负责 那不是你本我 灵魂的使命 你的任务是走自己的路 成为你自己 当你真正放开父母 放掉那双重束缚 你会发现一个新空间 在你们之间打开了 它更自由 更开放 我爱我的父母亲 我爱你们 我成为了我自己 爱着自己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 阅读到最后此刻 感受到有一股能量在胸口流动着 暖暖幸福的 那就是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